在旅途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 有点恐怖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在山东青岛乘阳汽车站 民警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女孩 她一个劲的哭 嘴里呢还时不时的蹦出一些词语 民警仔细听明白了 顿时吓了一大跳 因为她嘴里说的词语竟然是吸血鬼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女孩间歇性的发作了有七八次之多 表现出来的行为极其异常 不是大喊大叫就是又扎又挠 随后民警借助女孩的身份证信息 联系到了她在烟台的妈妈 然而当民警要女孩和她妈妈通话时 女孩竟然也像不认识样再次狂躁起来 据了解女孩是山东烟台人 在微海上学 这次是坐长途客车来青岛见朋友的 可好不容易熬了好几个小时的长途旅行 终于到站的时候 朋友却说不再青岛了 这时天也黑了 女孩人生地不熟 加上又累又饿 极度紧张下开始出现幻觉 这才有了吸血鬼一说 女孩则被自己的幻觉吓得坐在路上哭个不停 直到凌晨一点 女孩的状态稍微好转 她妈妈委托在青岛的亲切把她接走了 我们从女孩的发病前的经历和异常表现来看 很可能是因为长途旅行引发的急性精神障碍 医学称为长途旅行精神障碍症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外出旅行的朋友 在外出旅行的途中 久坐之后 尽量的做一些屈身活动 多喝有利于调节血液循环的饮料 少喝引起兴奋的饮料 多吃水果 而身体欠佳的老年人呢 则应该有家属来陪坐